哈喽,我是薛06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四种初学者必学的一秒变形方式 包括圆缺角、多边形、放射状以及隔点排列 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IG哦 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内容 首先在使用黑色箭头的状态下 我先点选这个圆形物件 我可以自由调整它的缺角 那关于今天分享的内容 如果你的版本比较旧的话或许会没有这些功能哦 建议先加版本更新 我们将滑鼠移到工具列 选择椭圆形工具 绘制出一个圆形 放开滑鼠后 你的物件会出现节点 在这里各位同学可以观察到 在这个部分 它旁边出现了一个圆形的节点 那这个节点呢 你用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你的游标下面会出现一个圆形缺角的符号 上面会显示开始角度 结束角度等等 那滑鼠左键按着不放的状态下往上滑 你的圆形就可以自由的去切换你的角度 那我放开滑鼠以后 因为缺角出现了 另外一部分呢也一样出现了一个圆形的节点 这部分呢也是可以重新移动 如果之后你想要再次更动这个圆形物件的时候呢 你一样将滑鼠点到这个圆形物件 当出现节点后 它上跟下一样会出现这个圆形的节点 你可以再次的调整 那有一点各位同学要注意哦 如果今天这个圆形的物件 你已经将它裁切 或者是融合成其他形状以后 那个圆形节点就会不见咯 我们一样在黑色箭头状态下 点选这个六边形 点选完以后可以看到 除了四边的节点以外呢 这里出现一个菱形的节点 将游标移到这菱形节点上 会看到出现一个加- 按着左键不放 这时候呢你旁边会出现一个边数六 我往上移动的时候呢 变成五边形 往上四边形 多边形的边会逐渐减少 那往下呢就是会增加 八九十 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同学是 在使用矩形工具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一般的矩形工具 第一个 你绘制出来的正方形 它本身是不具有这个功能的哦 你必须要点选这个 多边形工具 你绘制出个多边形工具以后 它旁边这里才会出现一个 像是菱形符号的节点 这部分是没有的哦 两边可以跟你们对比一下 那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同学 如果你往上把它变成四边形 这物件呢虽然从多边形变成四边形 但是呢之后你还是可以进行微调调整 不过呢原本四边形这个就没办法了哦 那一样多边形的变形方式呢 一样也是在它没有进行切割 跟连击的作用才可以 所以之后如果已经被分割完的多边形 你要再重新调整它多边形的数量的话 是没有办法的哦 当我用黑色箭头点选这个物件 旁边这里会出现一个上跟下的符号 也是一样按着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往上拖曳 放射越密集 往下拖曳 会越宽松 上跟下来调整你的密集程度 那中间这个内缘我等一下再介绍 那要如何快速弄出这个放射状 在这里我选择的是 矩形工具 然后我使用白色箭头 将其中一个节点删除 然后再点选另外一个节点 调到正中间 接下来使用黑色箭头点选物件 如果你的AI版本已经更新到27.9的话 下面就会出现这个选项 这时候呢你只要点选第一个重复 选择下面的放射状 那如果各位同学们你们还没更新到27.9的话呢 我先还原 一样点选这个物件以后 我们将滑鼠移到物件 选择重复 放射状 它一样会出现刚刚的效果 放射出来的效果呢 它是比较松散的 我要这样比较密集的话呢 将滑鼠移到上跟下这个符号 现在我的放射状呢 就是变得比较密集 这边有个空心的圆圈 以及下面呢有两个半圆形 那我先示范这个空心的圆圈 也是一样按着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当你往上移动的时候 你的放射状会放大 最后会离中心点比较远 那你往下移动的时候呢 就看你要哪一种透视效果 接下来下面这两个半圆形 它有出现左跟右的符号 也是一样按着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进行调整 另外一边半圆形 一样按着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也是可以进行调整 黑色箭头状态下我们点选这个物件 在这里呢有没有看到个熟悉的符号呢 放射状的时候也有出现过 没错你想要密集或是松散 当你移动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调整 那我现在呢先来做出这个并排物件工具列 我这里选择椭圆形工具 使用黑色箭头状态下下面会出现这个选项 如果你的版本尚未更新到27.9的话呢 我们选择上面的物件 重复隔点 重复隔点 那这里一样也是点它 重复隔点 点选下去以后 它就会自动帮你并排出来 那右边跟下面这个长方形的空心是代表什么呢 当你的游标移在上面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符号 可以左跟右移动 当你往左边移动的时候 数量会变少 右边移动的时候呢 数量就会变得很多 你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数量去做移动 点选它进行拖曳的时候 你的并排数量可以变多或是变少 那如果你是要这样的圆形放大的话呢 是点选斜对角 这四个边 点它就可以放大缩小 隔点拼牌的时候 你可以调整你想要的宽松度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四种很方便的变形功能 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 喜欢把点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影片见咯 拜拜 还突然收 gap 咯 您 二 二 五 二 二 四